你接受恋人的战友欲太强吗? 很多女性啊,越年轻的,其实现在连年纪大的也不懂。 我只要她爱我,凡是有的都给我,其他人都没有。 谁都不管不顾我,只管我一个,魔鬼式的恋爱。 它的相对呢,你这儿一旦出现什么问题? 有多爱就有多恨,你不相信,爱的时候死去活来。 在这阴阳起落,它就是这样一个变化。 那么,其他方面也是一样。 其实这个战友欲,它分两种,一种是实的,一种是虚的。 所谓实的,就是这个人很执着,执着于爱情,执着于任何事情。 每个人点不一样。 你执着的对,我搞科研,我搞学术研究,攻坚克难,真能走出一套路。 那这种是特殊的人,也算是好的方面,但是这种人,活一辈子,很辛苦的。 它是特殊的人,特殊的使命,为人类,某一方面,提供贡献,放下自我。 那我们说的是爱,那还有一种虚的呢? 就是他没有安全感,他自己没有安全感。 他怕失去你,所以说,想尽办法控制你。 那这种人也很多,主要是男性,女的有没有业务,但是,一般男的是向上,向前的。 他这种人性,羊的方面,凸显出来嘛。 那所以他下面,外观上才多一个器官嘛。 你再怎么阴柔,他毕竟长成这个样,他就是个男人。 你给他逼极了,他内心崇敬的那最后一点点尊严没的时候, 那就极端的人生,惨剧就出来了。 平时好好,平时老实都不得了。 那事儿都是这种人搞出来的,一定要注意,不要穷扣莫追,一样道理。 那不管是实的,虚的,交往过正,过又不急,你会发现都很偏激。 那你说,两个人你爱我,我爱他,不好吗? 那两个人,二人世界,就这么点小圈圈,不把别人放在眼里,你想能好吗? 什么人,在什么场合,什么事儿,你得兼顾大娘啊,大举,长远。 那两个人打情骂笑,谈情如爱,固然好,固然有意思。 但不是非常久之间,也不是人生的全部,太狭隘了。 这种人其实就是自私,骨子里就是自私,眼睛太小,或者说没经历过事儿。 反正说来说去,但是呢,男性相对于女性来说,有一点实的这个占有欲,有一点雄性是对的。 因为他的男性就在有男人那样,那女的就相反,退,他敬你退。 那不要轻易被别人得手,随便就追到了,那这种女人不值钱吗? 那大家都是吗? 那女的,白给,就有人要。 很奇怪,男的白给,没人要。 这就是这个道理。